大家好,我是鬼異 相信看開本頻道的觀眾都知道 很多Cases的判決都令人相當無奈 今集鬼異為你講解的就是中比較濫烏 而且判決不如人意的Case 壽茂平村,滴滴慘劇 今集主角是黃歡義和劉俊華 黃歡義是典型不成熟的少女 她出生基層,之後在青春期的時候讀書不捨 本來成績差,看力低都不是問題 好好生活,做個合格的人 對自己負責,對他人負責任就好了 但可惜她並沒有這樣做 在經濟上,她自己都搞不定自己的情況下 她和男朋友竟然不做好安全措施 在96年,即是她17歲的時候就搞出人命 大途之後好像大家想到的老套劇情那樣 她就被男友拋棄了 不過她樣貌捐好 很快就找到第二個男人願意接受懷孕的她 而這個男人就是劉俊華 劉俊華被她大四年 都是個不成熟的青年 劉俊華同樣出生基層 童年過得很不愉快 經常成為阿爸發洩怒氣的工具 而不斷地離家出奏 因此無心向學 在抗力不高的情況下 很早就出了社會 主要做過地盤和裝修的散工 收入不高 在96年3月 她在王寬二最失意最徬徨的時候就追求對方 表示不介意對方有了 和骨肉不是自己的 她更加說願意做嬰兒的爸爸 嬰兒可以根據性 而她這個舉動就成功感動了王寬二 兩個人成為了情侶 一個月後就很快同居 同年王寬二也生了前男友的兒子 劉文迪 然後兩個人沒有註冊 但就一直在一起 更加在99年的時候 生了第二個兒子 一家死口外家王寬二的弟弟 住在壽茂坪村20座的公屋單位 雖然劉進華和王寬二已經成為兩個兒子的阿爸媽 但兩個人不成熟的特質依然沒有改變 因為當時兩個人經常失業 經濟結局 面對這樣的情況 他們沒有好好奮鬥 去比兩個兒子更好的成長環境 反而經常留在家裡喝酒玩樂 這樣也不止 王寬二和王寬二弟弟更加收留了 當時同樣失業 沒有地方住的豬朋狗友 田錦明兄弟一起居住 為什麼說他們是豬朋狗友呢 不是因為他們的學 而是他們同樣不成熟 處世有問題 話說田錦明這個人和劉進華同齡 出來社會之後 田錦明就將年老和殘障的爸爸 遺棄在老人院 之後更加把爸爸用來支付宿費的福利金洗光 用來吃喝玩樂 令到自己爸爸被遠方迫癡 流落街頭 王寬二明知這些事 但他不單止收留他們 還叫他們在居住的期間幫忙管教個兒子 而理由竟然只是方便他有更多時間去男友 這幾位不成熟的青年一起居住 一起照顧兩個小孩 終於就讓成大禍 2000年5月8日晚上 經過日頭的幼稚園學習 和放學回來之後 又被幾位成年人的玩樂星打擾 未滿4歲的劉文迪就覺得好累 扭計不肯溫習 本來幼稚園的課程就沒必要放學之後狂搶 就算真的要溫習 都可以用一些溫和理由的方式去勸小朋友溫習 但之前說過了 這個負責管教的田錦明 非常人也 或者是想滿足自身的惡趣味 又或者是真心覺得有效 看到滴滴不肯溫習 田錦明就開了一張麻雀桌 然後在桌上放一張矮椅 再在矮椅上放一張圓形的椅 整成個六尺的高台 然後他竟然把滴滴放上去 令到滴滴跪在桌上 人在這麼高的地方 當然會怕會爭取 結果高台就倒了 田錦明就立即接著滴滴 去到這一步 即使看到台很輕易就倒了 但是田錦明依然沒有收手 他竟然再次搭好高台 再把滴滴放上去 或者是覺得這樣很好玩 又或者是不滿哭哭聲 又或者是其他原因 這次身為繼父的劉俊華 竟然放下遊戲機 走過來上前直接推倒高台 而這次竟然沒有人接著滴滴 在過程裡面 屋裡面的其他成年人 包括親生媽媽王寬儀 完全沒有阻止 只是在旁邊一邊打遊戲一邊旁骨 滴滴受傷後就哭到累 累到睡 本來這件事去到這裡就結束了 但是滴滴的弟弟不知是餓還是需要換片 他突然大哭 滴滴就因此被吵醒 醒了之後他又覺得痛 於是他都哭了一睡 而在這個時候 剛剛打完機打算睡覺的劉俊華 就被吵到睡不著 於是好吵的他就沒有理會同樣都在哭的親生仔 而是帶著老火走向滴滴 跟著就盡情發洩怒氣 過程裡面同樣都是沒有人阻止 王寬儀、田錦明等等都只是旁顧 漠視慘劇 發洩到累之後 劉俊華就叫王寬儀帶滴滴到屋外面 於是王寬儀就帶滴滴到後樓梯了 而在這個時候王寬儀才發現滴滴拳頭緊握 失去了反應 王寬儀這個時候才害怕 他立即去找藥酒查滴滴的太躍穴 但是沒用 在沒其他方法之下 他才報警叫救護車 可惜已經太遲了 滴滴在聯合醫院搶救他到第二晚之後就逝去了 發醫驗屍之後就發現死者頭部有條11厘米長的傷勢 頭腦更加有骨裂 隨此以外身體更有多處的傷勢 醫生認為傷勢不沉上 所以轉交警方跟進 警方立即鎖定同住的重任 但是劉俊華就說只是意外 扑親證到的 而在聽了其他人的口供之後 警方當然不相信 見到自己的謊話騙不到日 劉俊華這個時候才坦白自己的所作所為 但他強調自己當時喝了酒 加上睡不著 心煩氣躁之下才失控誤殺 警方根據他們的口供 控告劉俊華謀殺罪 田錦明約而罪 2001年5月 這個案件在高等法院開審 在庭上黃寬儀解釋自己不阻止被告的原因是 我怕他連自己都打了 而被告就繼續承認誤殺 重複警戒口供的版本 而控方就認為難以證明他有預謀 所以接納他誤殺的罪名 辯方求情的時候就說被告童年有類似的經歷 所以教子女的時候就很自然地用上同一模式 辯方又引述精神科醫生的報告 說被告脾氣大容易被激怒 加上被告事發的時候喝了酒 被吵到睡不著才一時衝動失控 接著辯方又說被告很疼死者 將死者事如己出 而他在犯罪之後就感到很後悔 不斷地問自己為何會做出這樣的事 另外辯方又指出死者的媽媽王寬二 多次到基留所探望被告 並且表示不介意日後跟他一起繼續生活 讓他照顧小孩子 綜合以上各點 辯方就希望法官輕盼 不過法官明顯不采納這種說法 對於童年經歷這點 法官就說如果被告本人童年都有類似的經歷 身受其害 那就應該知道當中的苦錯滋味是怎樣 那就更加應該好好控制自己的脾氣 不要做出這樣的事 針對辯方說被告很疼死者 法官說根據法醫報告和考慮事發經過 法庭很難接受被告很疼死者 或者這件事只是個別事件的說法 而精神科的報告也指被告一向容易被刺激發怒 他的侵略性一向都那麼高 只是法庭沒有憑據證明他有預謀 才可以當他一時而起 法官又斥責無助的死者是應該靠父母的保護 而不是相反 但被告就對死者使用殘忍、過分、不必要的暴力 造成極之不幸的事件 所以法官重判被告12年的刑期 但考慮到被告認罪 而其他求情理由不接納 刑期最終被扣減至8年 劉俊華單案就審完 而田錦明單案就因為在2001年第一次審訊的時候 陪審團無法作出裁決 而在2002年10月重審 而這次就以5比2票數裁定被告罪名成立 辯方求情的時候就說被告沒有任何刑事犯罪紀錄 又說被告只是盧莽而不是惡意 而且沒有證據證明被告的行為和死者的死亡有直接關係 加上被告被抓之後已經扣押了一個月 辯方就認為無需判處即時監禁 所以為被告申請模式 但就被法官拒絕 法官判刑的時候就指出死者生前的高台經歷 一定是個極為可怕的經歷 法官又說雖然有人認為以極端的方法可以有效懲治 但在高台首次倒下來之後 被告就應該警覺到死者會有受到嚴重傷害的可能 但被告竟然將死者再釋放回高台 最終真是令死者受傷 而被告所用的懲罰方法明顯不合理 而更加令到法庭感到關注的是 單位裏面的其他成年人 見到死者的情況竟然無動於衷 法官對於死者生活在這樣的環境深感同情 法官接著又引述感法官的報告 說雖然被告怎樣對付爸爸不會影響判刑 但由被告的行為就可以見到被告對人莫不關心 法官表示社會不可以容忍被告的行為 所以法庭一定要作出懲罰 借此保障年幼的孩童 考慮到事發經過和被告沒有負義 所以採納12個月作為判刑的起點 而又鑑於被告已經面對過兩次的審訊 加上以往沒有刑事犯罪紀錄 所以將刑期扣減至9個月 去到這裏 這件事先正式落幕 最後詭異想說的是 做人父母是很大責任的 最基本的就是要保護子女的安全和溫飽 而不像這個案件中 幾位成年人這樣對待小朋友 只是當他是發洩工具 或者這樣說 雪狗的味道會好充 但詭異想奉勸一句 若果連最基本的事都不想負責 或者負責不到的話 那就不要殺 做好安全措施 何必要這樣對待一個小生命呢 大家有怎麼看這集的Case呢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也都歡迎大家撐好和分享 加入會員或者Super Dance 拜拜